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谭松韵本来就长得可爱漂亮 再搭配上这种清新的色彩 整个人更是显得娇俏灵动 她的脸上满满的胶原蛋白 皮肤几乎白到发光 甚至连一丝皱纹都没有 再加上那双水淋淋的眼睛 就显得非常甜美软糯 整场活动下来 谭松韵一直保持着开朗阳光的笑容 让人看了不自觉心情就变好了许多 尽管已经34岁了 但她看上去依然少女感十足 有一种青春洋溢 活力十足的感觉 据现场的工作人员说 谭松韵看上去很娇小 而且特别精致漂亮 哪怕说她18岁都会有不少人相信的 不得不说 婴儿肥原脸是真的很显年轻啊 看完照片之后 很多网友直呼仿佛看到了以家人之名的李尖尖 那个时候 刚好是谭松韵的巅峰时期 天生长着一张娃娃脸的谭松韵 自出道开始便受到了观众的关注与喜爱 作为一位实力派演员 谭松韵不仅拥有着甜美的外表 同时演技也非常出色 很多观众开始对谭松韵熟知 都是从《甄嬛传》中的唇儿开始的 剧中的她天真浪漫又活泼 笑起来十分娇憨可爱 深深打动了电视机前的观众 不得不说 谭松韵的气质与这种可爱萌戏角色十分适配 她也凭借这个角色一举成名 在娱乐圈内开始崭露头角 纵观谭松韵的演艺生涯 她出彩的角色大都是活泼灵动类型的 这也与她本人的特质有关 《梦回录顶记》中可爱善良的沐建平 《大当家》中单纯直率的桂花香 《旋风少女》中古灵精怪的范小莹 每一个角色 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后 她主演了校园青春网络剧《最好的我们》 并饰演了耿耿这一角色 尽管当时的谭松韵已经二十多岁了 但她扮演高中生的形象却毫无违和感 在这部剧里面 她将耿耿的可爱率直和聪慧坚韧演绎得十分生动 让人忍不住伸出喜爱之情 而耿耿与两位主要男角色的感情纠葛 更是让无数观众为之叹息 凭借这个角色 谭松韵获得了2017爱奇艺尖叫之夜年度最具潜力演员奖 这也是外界对她在剧中表演的一个高度认可 近来女演员谭松韵的人气一直居高不下 她的受欢迎程度可以说是无人能敌 尽管她和徐凯共同主演的电视剧《你比星光美丽》 已经播完超过一个月 但在多个影视平台上 新发布的作品还是难逃被她的星光热度压制的命运 其他剧中的女主角与她相比较 共识是谭松韵的演技依然无人能超越 她确实是娱乐圈中的一个奇迹 观看星光的观众 几乎都会因为剧中寒亭一角而爱上徐凯 她那见眉心目和阳光帅气的外形 帅气得毫无瑕疵 至此 徐凯饰演的韩婷已经成了霸总角色的顶峰 而女主角谭松韵也获得了所有观众的认可 大家都认为她饰演的寄星与徐凯的韩婷是天生的一对 完美无缺 古装男神徐凯同演女神谭松韵主演都市爱情剧《你比星光美丽》 两人首次搭档就擦出绝佳CP感 徐凯分享对谭松韵的第一印象 特别可爱 有礼貌 说话也很文静 合作后有无改观 徐凯笑说 还是一样觉得她很可爱 有礼貌 但就是不太文静 剧中两人有多场吻戏 不仅轻到有喘息声 地点更是从办公室床上到海边都有 徐凯爆料 吻戏很多 几千场吧 她也用相辅相成 唯一密不可分这三个词语 形容剧中两人的角色关系 至于让她印象最深刻的戏则是《结婚》那段 我拉着她的手在广场奔跑 刚好那时也快要杀青了 就决的时候正刚好 非常有感觉 徐凯再次穿上西装 饰演霸道总裁 高挑挺拔的完美身材比例 让她屡次率上微博热搜排行榜 甚至还有网友敲碗许愿徐凯有一张 打架不会输的脸 希望能看到她演黑帮题材的戏剧 对此她笑回 我不只有一张打架不会输的脸 还有打架不会输的身材 但黑帮少爷肯定是演不了了 我的年纪也不小了 应该可以演个黑帮小弟 黑帮中年也可以 你比星光美丽剧情讲述 毕业于知名大学的季星谭松韵 投身职场后在一家科技公司上班 虽然外表看似光鲜亮丽 人人称陷 却因不甘困于办公室内的压迫 毅然决然辞职创业 苦无资本起初屡次碰壁 正当团队面临岌岌可危之际 海归CEO兼大学学长韩婷徐凯挺身而出 两人就此成为密不可分的商业伙伴 历经重重考验 相知相惜 两人也携手走向人生下个阶段 我原以为看完星光之后 其他徐凯和谭松韵的剧都无法再引起我的兴趣 特别是徐凯与其他女主的对手戏 尽管颜值和演技都在线 但观后感觉平淡无奇 没有引人深思的地方 因此 在星光中无论是徐凯的演技还是造型 都已经达到了顶峰 之前的所有作品都难以超越他在该剧中的寒庭角色 但谭松韵却恰恰相反 最近我重新观看了他主演的相风而行 他的表现令人眼前一亮 原来谭松韵不仅与徐凯有过合作 他还与王凯有过精彩的对手戏 而在相风而行中 谭松韵所饰演的角色与星光中的寄星截然不同 却同样让人难以忘怀 有些演员一部作品就足以让你为之着迷 深陷其中 几乎难以自拔 但他有一种能力 就是让你再看完他的下一部作品后 又能迅速被新作品吸引 让你从前一个角色中迅速脱身 又沉浸于新的故事中 如此循环不息地让你喜欢上他 谭松韵正是这样一位出色的演员 他对每一个角色都全力以赴 总能赢得观众的喜爱 相风而行的原著名为 云过天空你过星 这个名字真的很有浪漫感 能给人一种安全和温暖的感觉 我原本以为谭松韵与徐凯在剧中的CP感已经无法被超越 直到我看到他与王凯的合作 我才意识到谭松韵与王凯在一起 同样看起来天衣无缝 在相风而行中 王凯饰演的陆航客运飞行部副部长顾南婷 性格严苛 自律严格 冷酷无情 由于过去女友在一次飞行事故中丧生 她对所有与飞行安全相关的事物都有着极端严格的要求 是众所周知的铁血上司和魔鬼教官 陈潇在未调制客运部之前 是一位自由自在 自信满满 认为自己飞行技术一流的女飞行员 她有着强烈的野心 想要成为女机长 是一位极具竞争力的人 当陈潇遇到顾南婷时 两人的性格完全不同 一个严格自律 一个傲慢自负 一个不肯顺从 一个不愿教导 但男女之间的情感往往从互相看不顺眼开始 对于陈潇 顾南婷最初的反感和厌恶 逐渐转变为暗地里的喜欢 并最终大胆表白 这种直接的方式真的给所有女生上了一课 陈潇曾说 我喜欢一个人 从不搞暗恋 直接明示 她的这种态度让女生们明白 是选择面子还是感情 在星光中 徐凯对谭松韵的眼神充满了宠爱 爱意几乎要一出屏幕 而在相风而行中 谭松韵对王凯的眼神则是满含崇拜 闪烁着爱慕的光芒 但陈潇对顾南婷来说 王凯饰演的顾南婷其实内心十分脆弱 根本比不上徐凯的十分之一 明明也喜欢对方 但过于在意面子 难以放下过去 即使已经放下 也不愿轻易表露心计 剧中两人的这种拉锯战 真的让观众非常想亲自上阵帮忙 王凯在剧中将顾南婷对陈潇的感情变化 表现得非常细腻而温暖 从最初作为教官时的严格 到后期作为上司时的保护 再到逐渐爱上陈潇的过程 都演绎得非常到位 他对谭松韵的爱 虽然不及徐凯那般持久而深沉 但却体现了徐凯所说的一天天积累的具体化 顾南婷对陈潇的爱是逐渐加深的 从慢热到深情 他给陈潇的安全感总是真心实意的 总是以实际行动来表达 因此 陈潇与顾南婷在一起 永远都可以像自由飞翔的音一样 随心所欲 自由自在 看完《向风而行》后 我已经分不清谭松韵与徐凯、王凯 到底谁才是他的真正良配 觉得与徐凯是人生的理想 而与王凯同样是终身的愿望 谭松韵 你实在是太厉害了